今天我们来到位于青山北道安东市桃山面西部里的黎安乡校 1973年8月31日被指定为青山北道有形文化遗产第28号 黎安乡校的是建于1420年首次建成 1547年明中二年重修 1601年宣祖34年重修 黎安乡校为并排施布局 明农堂前是东宅和西宅 后面是电视厅 达成殿正面三间 侧面三间的人字形屋顶建筑 达成殿内供奉着包括孔子在内的武圣和宋朝四县及韩国十八县县 明农堂正面是三间 侧面两间的建筑是培养厚血的空间 同厂乡校建筑特征是明农堂在前 达成殿在后 而黎安乡校是明农堂在大厂殿的左侧 这一点很特别 目前二月和八月的上丁日进行试点打气 这乡校没有红建门 乡校门口有六百年的银行术 小学校门口有五百年的银行 小学校门口有三年 都是室室的室室的室室银行 你这些已不知找到 在那儿的室室的室室室室银行 通室室银行